接下来他还说什么 说我们法治基金的钱是用于个人消费 这又是一个纯胡说八道 而且跟所有的那些伪类的那些节目里面 说的口径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再跟大家说一件事 这个Econic自从跟着陆大脑袋叛变之后 他上了一个伪类的一个节目 他在这个节目里说了一句话 把我逗笑了 说那个小皮酱小皮酱就是法国的郭文贵 你知当时我听完这句话以后 我好几天没睡觉 我兴奋的 我觉得这是他对我的一个褒奖 真的这是我一个褒奖 搞得你啊 人家都乐了 真的对我一褒奖 我还没有听到过哪个伪类说骂成战友 说你是这个国的郭文贵 你是那个国的郭文贵 我是听到的 他第一个这么夸我的 我的天哪把我给美了呀 他说结果你看没有 就差给我录个三写视频了 你看这瞎话编的 真是无编无忌 他说他没有收益 可是大家看了他之前那么多投资 如果他的投资他不退 他没有跟着路淡达走 对吧 大家想想他拿多少钱 他作为法语翻译组的 我给他的币肯定是要相对多一些的 对吧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 这这么多的币 是吧 我印象中总共应该是拿到了八千多个 同时欧传团后来又发给他将近有一千个 将近快一万个币了 你说这一万个币如果他要真的 你买了你拿到手一毛一个 你现在多少钱了 这也是我给警察算的 我给警察我说他说他没有收益 我说你自己瞧瞧 这是我们一毛一个买的币 我现在多少钱了 我打开手机我就给警察看了 三十九 当时我在警察局的时候那价格三十九 当时警察和律师一口同胜 我卡不手转啊 不好意思说脏话了啊 你翻译上北京话就是那意思 他没手转 那天啊 我 79 我如此 我不行了 所以我 habían partner